你让谁看她也不是个庆祝小两口的样子 怎么不是啊 我不瞒大家伙说啊 我和二米粒结婚的时候 我当着全体亲朋好友的面 我发过誓 媳妇儿 我爱你 今生今世永不分离 不分离 不分离 就是不分离 商业 天地豪 才敢与君爵 哎呀媳妇儿 这体子从人家掺出来 啊 我好听啊 小米粒 二姐的歌声里 听没听出了我们的爱 听出来了 那你还说我们个本东西 就是 你不个本东西 你自己在车里睡三天呢 那是你二姐她对我好 她平时工作挺忙的 有些业务回家办 她是怕打电话吵到我 所以她才在车里住三天 是 我告诉我可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哦 行了 你俩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两口 行了吧 那我问问啊 这张照片怎么办呢 重新照 重新照呗 重新照啊 来 摆好姿势的儿子 一二 凤 来啊 看镜头 来 三二一 哎 哎 这张才不错呢 是不是 我跟这张行 这张肯定能停选 让我走了 行 把它做好啊 好嘞 行了 走会儿子 回家吧 哎 你干啥呢 我在睡会儿 那是睡觉的地方吗 我去哪儿睡啊 回家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十大 你 没有 咱 还 iter 你 你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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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让你们这么干的 我不是一再跟你们说吗 咱们小区物业有规定 不能在窗户外边搭那个晾一件晾东西 万一咔嚓掉下来把人砸着砸整 大姐夫 看好了行不行 咱家这是一楼 一楼 一楼也不行啊 一楼 砸着滑滑草草也不好嘛 再说二楼要跟一楼学呢 三楼跟二楼学 一直学到十五楼 那多危险呢 还有 这楼建的多漂亮啊 这往外边搭着个搭着个乱七八糟 我搭搭于一看 都以为贴上马赛克了呢 这这么说 这个错误挺严重啊 太严重了 我得批评他们 不是 你能不能把批评他俩这活儿让给我 为啥 他俩刚才训我半天了 你让我报报仇 可以 小米莲你过来 呀 说你的 没事你乱晾什么衣服 你说 你洗的衣服 有塌的吗 有 你 站起来 你看着没 一说那俩眼睛就翻了翻了 你双眼皮啊 还有你 你说就绝个大嘴 你低包天啊 这活儿挺过瘾的 说 你们洗那个衣服还有谁的 女的 爸 归队吧 你往里脸给我刷个地方 爸呀 别我一说您 您就巴拉巴拉眨眼 怎么的 双眼皮啊 别我还没说您 您就绝嘴 怎么的 低包天啊 不是 大姐 你其实吃香药了是吧 你回家逮谁说谁啊 怎么的了 我俩不就洗个衣服吗 不就晾了几件爸的衣服怎么了 还晾了爸的几件衣服怎么了 爸的一件衣服顶上别人家一条床背了 就爸的衣服要从楼上掉下来 不砸死人也得把谁埋了 干啥去啊爸 我收背去 好 好 知错都改 这就是对的 除了晾那个爸的衣服以外还晾啥了 没 就几件小件 啥小件啊 就还有几条丝袜 你那能惹啥祸是咋的 就是 哎呀我的妈呀 丝袜还不惹祸 丝袜还不惹祸 啊 夫子约 不怕事不大 就怕亮丝袜 哪个夫子约的啊 哪个夫子 大姐夫 这瞎约 你俩做好了 你不怪我今天给你们发这么大的脾气 我再三跟你们说啊 咱们小区物业有规定的事情 你们一定要严格遵守 我是物业副经理 我自己都不遵守 我还怎么去要求别人呢 对不对 咱们不得从自身做起吗 是不是 你就这事 我跟你说 一会儿 咱们物业的田经理就得批评我 就得跟我发脾气 你知道吗 那咋的 他还能追咱家来批评你啊 我出个六 我出我这个 对我先出个六 六 六 六不要 不要 六不要 一个六 六 不要 好 六不要 好呀 六不要 来 梁丈夫 不要 你上不去 上不去 上不去好 三江赛 打不了 要不起 三江赛不要 太好了 一条大龙 要不要 更要不起了 那你这满手 我真的都不用他大 那我走了 你上手啊 幸福来得太突厌了 哈哈哈哈 这么老败心啊 今天挺搞定啊 这么老败心啊 今天挺搞定啊 哈哈哈哈 还蛮过瘾呢 哈哈哈哈 王叔啊 哎 王叔啊 王叔啊 你最后出了张什么 一张九 哦九是吧 哈哈哈哈 来吧 大妈妈说实在的 玩不死 怎么说 嘿嘿 圈儿 K 嘿嘿 尖儿 二 大王 炸你 哎呦 炸 你 你炸 你炸 来 大大 哎呀 腰子起步 我不要 走了 等会儿 哎 等会儿 等会儿 你这么好的拍我凉仗 四你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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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我要不起 你要不起 你看看你 你看你这一手杖 你要不起 你要不起 不是王叔 你不都走了吗 对 那俩就是想叫我走 不带我玩 对不对 我还不玩了呢 我呀 我呀 你不信哪 我这什么人哪 让他叔不高兴 爷爷不高兴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我这 这这这真生气了 爸 你你劝劝他 我还 你劝劝他 劝劝啊 老王 一边带着他 小老王 一边带着他 摸摸毛气不吵 你等等等等 你这这么大字 像小孩 我跟你说老王 咱们俩这是 一辈子了 啥关系 对 咱俩那是从小 光着屁股长大 一光着我穿着裤衩 不是你说咱俩这么多年吧 说句实在话 你别看天天打崽冒冒 还挺有意思 真要是没有他这个人啊 我活得还真就不这么自在 还真就不这么快乐 我为什么那么便宜的价钱把原来那房子卖了 有花这么贵的价钱 跟他家对门买个房子 你有钱呗 我有没有钱你不知道 我是离不开你 我舍不得你 好 好 行 别省气 老王 老王 我错了 对不起 我给你鞠崩了 你少来介绍 你观众就这样 打一巴掌给个天走 打一巴掌给个天走 那你今天给我一巴掌 没劲 我再试点筋 我再试点筋 男儿一口气 留着小的花 感谢大哥 当初一巴掌 我俩 故意 好 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 这不今天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 大姐夫他心善呢 领咱家吃饭来 我说妹夫 你这嘴能不能积点嘴 我怎么了 我呀 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不是 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 是这样 志远呀 是个有志青年 大学毕业 人家住在远郊区 每个周六都到咱们小区来 找一下咱们这个郑教授 人家要好好地学习 你知道吗 郑教授一提他呀 那都说大拇指 等会 等会 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 哎呦 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 哎呦 你知道郑教授啊 我当然知道了 谁不知道郑教授啊 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 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 不瞒你们说啊 爸 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 我说郑教授 回头你把那个发明 你云我一个 咱俩共同开发 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 对啊 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 他同意了 说你呀 鼠目寸光 看人真 没关系 商机来了 跟郑教授合作不上 我跟他学生合作呀 哎呦 大姐夫 我跟你说 这回你可立功了啊 这小伙子叫什么呀 哦 叫志远 你就叫志远吧 志远 猴志远 志远 来来来来 哎呀 哎呀 你这吃半天 怎么才吃一盘啊 啥一盘啊 三盘 酷都咋着了 没事没事 行行行 差不多了啊 来来来 哎呀 你包 老背这个包干嘛 哎 大姐夫 你先别吃呢 你给 介绍介绍我 哎呀 你自己介绍呗 你赶紧 介绍介绍 隆重嘛 好好 这不是贸易公司的 前总 董事长 您好 您好 忽娜呀 是他老婆 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呀 他也管财务 钱会计 什么钱会计呀 什么钱会计呀 老总 董事长 钱总 志远啊 我听说你是一位 年轻的发明家呀 我可不是什么发明家 顺分 这我得说啊 你说 志远这个小伙子呀 志向非常的长远 人家呀 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 哦 我明白了 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 这好 哎呦 您这算什么呀 我研究的那个是啊 人类都不用吃饭了 这是一种新常识 新科技 让人呀 像植物那样活着 哎呦 哎呦 这可太高级了 是不是 哎呦 研究了半天 就是把好好的人整身 吃饭吃饭吃饭 吃饭 哎呦 饿死了 哎呦 松仁玉米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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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这不叫松仁玉米啊 这 妈说了 这叫多子多孙 妈就是刺激我的 哎呀 就是刺激我没孩子 我不吃行了吧 我吃这个 黄豆芽炒黄豆 哎 这不叫黄豆芽炒黄豆啊 妈说了 这叫母子相会 哎呀 你说我这个岳母啊 就天天盼着我生孩子 生孩子 你说这菜还改了名了 我吃饺子 饺子什么馅儿 饺子今天馅儿好 啊 六种馅儿呢 也有名啊 有 大米日小米日说了 这个叫做身怀六甲 大姐夫 你就跟全家人一起 你就欺负我吧 我不就是到现在还没孩子吗 干什么呀 我不吃了行了吧 我不吃了 哎 顺分 顺分 你看你今天这是怎么的了 这是 哎 这是干什么 吃个饭还都 还都改成这名 还身怀六甲 哎呀 顺分 你呀也别太着急了 知道吗 这世界是公平的 该是你的 肯定是你的 你放心吧 说不定这个宝贝 正奔跑在来你们家的路上 行了 大姐夫 你不用劝我了 我都明白你意思 吃饭吧 我饿了 说法 说法 等一会儿再吃呗 别等了 我都饿死了 不是 你大姐还没回来呢 哎呀 大姐又去哪了 她今天到医院 检查身体去了 那医院人家中午不吃饭呀 到现在还不回来 不等了 不等了 等一会儿呗 不等了 你媳妇还没回来呢 等一会儿 我妈真是你啊 大白天你怎么出来了呢 你们咋都这么说呢 哥 我是卖木地的不假 那你也不能白天 就不让我出来了呀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你让我感到很惊讶 那个怎么的 你不会在我们这儿 又贴那小广告吧 我不贴小广告 晒背来了 这不 这儿不能晒 这是冬广场 这儿拿到西广场 西广场晒起 好吧 赶紧拿回去 钢子哥 我知道咱俩关系一般 但是你放心 咱俩往后慢慢处 处 处啥呀 说不清了句 说不清了句 小万的 你这两天卖木地 是不是不太顺呢 受啥刺激了吧 行啊 赵方子 别跟我俩改这儿装了 谁求不着谁呀 这么的 你让我在你这儿晒背 以后你买木地 我给你打八折 这么的 我再送你一套仓葱退板 哎 不是 小万呢 你别每次一来 你就跟我说这道课 干什么玩意这是啊 啊 什么苍松脆百呀 你说说木地的 你会说 小万以后你千万见着我 你别再说这些词了 好不好 你每次说完了 说得我心惊肉掉的 没呢 一张嘴寒气悲人 说得我心里拔凉拔凉呢 你找一套 早晚你用得上哥 不是 干啥呀 你每次老送我 你自己哪不留一套呢 我咋没留呢 我那套还是大护士呢 你咋不给你自己留个富士呢 对呀哥 我留个富士 咋了把我那大护士过户给你呗 行了 行了 狗奶奶 我行了 我啥也不说了啊 这样 赶紧把你这被子啊 送到那个那个那边广场去 好吧 这东广场不让谁 你通融一下 我们大护士都给你过户了 你别过户了 快点拿走吧 我求你了 别提对事的行不行 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拿走 拿走 哎哎哎 等会等会你回来 干啥呀 这你的被子也收走 一起拿那边去 这不是我的 啊 这不是你的呀 啊 这是谁的呀 这是谁的 你心没点数吗 都说不清的关系了 什么了 谁呀到底是 金大美的 啊 这金大美的被子吗 哎 他被子怎么放这呢 这不让晒 他知道啊 你让他在这晒的呀 我什么时候让他在这晒了呀 哎哎哎哎别走 择礼择礼择礼 来来来过来 怎么的呢 什么怎么的呢 大美啊 啊 这被子是你的吗 是我的呀 你跟人家小万说 我让你在这晒被子呀 没有啊 哥 不是啊 你离我远点行不 行行 不是 是你跟我说的 赵刚子让你在这晒的 你俩都说不清的关系了吗 我说啥你都信呢 我不也敢信吗 实话告诉你吧 连我自己都不信 妹妹我今天跟你交个底哈 我这个人你要了解 我平时白天一般说什么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这白天的世界也太复杂了 大美啊 你没事你就别闹他了 行不行啊 人家好不会大白天出来一次 你再把他闹晕咯 行了 赶紧吃 都把被子拿走 送到西广场去 快走吧 我拿不动了 我也拿不动 什么拿不动 你俩怎么拿了的呢 单程可以 往返费劲 行 来来来 把被子给我 我给你送过去 好吧 大美姐呀 一个字 绝 王叔啊 王叔 哎呀 建访邻居们 这王叔啊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哎呀 着急忙慌叫我来啊 让我盛装出席 你瞧瞧我都搭奔成这样了 哈哈哈哈 这是俩门童啊 咋的了这是啊王叔啊 哼 那个身份是这么回事啊 黄小卷 那黄姨 啊黄姨 他这个儿子和儿媳妇 一会儿要上安家来看看 哦 你说我就怕那王小千 那个得狐烈烈 哦 那我说我妈一照 一烈烈不出来 俺俩就得找一个 婚烈烈的来 二姑姑 哎哎 你不是传说中 乐乐界的高手吗 那 要说乐乐 没谁呢 王叔啊 找我你就找对了 那我听明白了 今天 黄姨的儿子和儿媳妇来 那可不是一般的造访 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造访 我告诉你 那是来考察你们家来的 如果今天考察不合格 黄阿姨都不一定进你们家的门 所以说 今天人家客人来了 你的举止言谈 一定得注意啊 二姑姑 你放心吧 我们单位怎么培训我的 我就怎么培训我爷的 那我就上去了 我跟你说 这孩子这会儿可处了大力了 我也一许没碎 给他俩累毁了 那个汗还砸砸往下躺了 还把孩子 剪辑我 我特别累 你这么说话可不行啊 怎么了 一股海鲜大排档的味儿 你跟街坊林就这么说行啊 你跟人家客人 第一人家听不懂 第二显不出咱们家的档次 我怎么去话又档次 你最起码得说普通话吧 我这不是正中了普通话吗 你这还是普通话呀 你这样我给你提个醒 你看过话剧没有 话剧 我看过 行 王上帅 就这么说话 还有啊 人家客人来了以后 人家不管提出什么刁钻刻薄的问题 咱们一定顺着人家说 俩字 好的 怎么都是好的 问你们你们不回答不要紧 看我 我来回答明白不 好的 家里有人吗 来了 准备 这个阵势好像不对 来请进请进 请问 黄光明先生家是住在这里吗 不是 走上屋上 你傻呀 你以为你爷爷就是叫隔壁老王啊 来了 我就是王光明 我上学的时候叫小明 等同学都贪恋 以后我就是隔壁老王了 爷爷 你这边起的霸道 俩名人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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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 热热欢迎 欢迎欢迎 热热欢迎 用不用换血子 不用不用换血 对 进 进 进 我用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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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十六乱 进 我用来点 进 上不进 进 你听 你俩在这倒车呢 什么玩意 这是 我说有点不得意 你怎么叫 你好 哟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 你就是王光明先生吧 你俩还真看错了 你俩还真看错了 你俩还真看错了